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歡迎大家來到今天第47屆香港國際電影節 剛剛這一場的致詞 現在的名詩講座 就是我們由鄭寶瑞導演來跟大家聊天的 我們也請了一位嘉賓主持 就是陳詠生先生 他會親自去問鄭寶瑞先生的問題 有請陳詠生先生 好,也有請我們今天的主角 鄭寶瑞導演 坐好了嗎? 坐好了 謝謝大家 大家好 其實今天很隨便 我在這裡做的 其實大會給我一些問題 不過我想了很久 究竟今天這個講座應該怎麼做 我在想這裡是電影節 也是鄭寶瑞的放映會 是 應該可以來的都是影迷 不會是普通的普羅大眾 普羅大眾就看那些一億票房 所以… 來了那個人 好… 所以我就想著 今天我問的問題 盡量選一些 在坊間 你在Google打鄭寶瑞已經答過的 好嗎? 我問一些新一些 問一些大家未聽過的盡量 好嗎? 另外我們要回答得快一點 因為根據經驗就是 我們這次只有一個半小時 而上次 據我所知 你上了一個很好看的節目 那個叫甚麼名字 那個叫… 甚麼門? 導演門好像叫 那道門 出街四十五分鐘後 錄了三個小時 是 很長氣 所以我們快了 一來了 好,正式 好 鄭寶瑞導演 我問你第一條問題 應該真的沒有人問過你 是 你有沒有任何一套作品 是沒有死過人的? 等一下 1 2 啊 追擊8月15日也有死的 是 那真的沒有了 連他也沒有 好像真的… 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 真的好像沒有 真的好像沒有 為甚麼要先問這題 就真的… 都按了Google 看看坊間怎麼看你 其中一個四字詞語 放在你的世界上 很適合的 你每一套戲都是人間煉獄 不是每一套 不是每一套 部份吧 部份吧… 你的成長中 有沒有經歷過某些事情 特別令你在創作的世界中 特別沉迷在那個氛圍上 我記得不是很多 不過是有些人猜過我小時候 被人強姦過 我上網有提過 我自己也都… 我自己也都… 回想一下 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就… 印象中好像也沒有 那… 但是… 不是 那我自己也有一些… 其實有一些… 我覺得… 這個世界是有不公平的 都經歷過的 就是… 也有說回 我小時候 澳門出生 回來了香港 接著我爸爸用了 他所有的錢 就在旺角買一間樓 很不交吉的 嗯 接著呢… 後來來到因為不交吉 說有人住 我們還沒成家 還有我們親戚一起住 板間房 那時候沒有劏房 那時候叫板間房 板間房就放了兩張樓架床 然後我終於關了一間樓 但是… 那個租客又要你賠錢走 接著又試過不交租 接著我們下回交學 又覺得難容容 搞到… 那時候我當時在想 我說 咦?不是你給錢買一間樓可以住的嗎? 不是你租人家樓 你就要付錢 不是租完 為什麼我媽媽要賠錢 給她走的呢? 而且我不是好好的租交給你 你就好好的給我交學 那時候慢慢… 其實這件事是印在我心裡很久 我就覺得 原來這個世界 不是一加一等二 就是絕對不是這樣 原來這件事是… 挺影響我 就是我… 我從澳門一個漁港 也是踩單車上學 到來到香港 因為我記得我一上到地鐵站 我已經瘋了 我一上到旺地鐵站 對著兩道我已經瘋了 我已經瘋了 為什麼有一個世界可以這麼吵的呢? 這麼多人這麼多車的呢? 我還記得我第一次下地鐵 下地鐵這邊進閘 接著不懂的 進了票 接著看到那邊有個閘 是不是要再進的? 就又進去 不過是出閘的 接著我這邊進去 那邊出回來 我問我你幹什麼? 然後又… 又不懂 因為兩母子又不知道怎麼買票 他又在裡面 接著我就鑽進去 就是鑽進去 就是這個世界… 令到我來到香港之後 這個很混亂的印象 很印在我腦裡 我覺得這件事挺有 但是你沿路成長的時候 你已經是帶著這個世界觀 去經歷過你的teenage 一路走過你二十幾歲 都是這個世界觀 其實我自己又不去到說 每天都會想著這件事 但是那件事是深深地印在腦裡 中間你不會經常拿著 因為那個年代很好 你又不會覺得自己特別慘 又不會覺得自己特別… 因為每個人都窮 因為每個人都窮 那變成是… 但是你回頭想… 因為那時候你也不認識什麼有錢人 你覺得那些有錢人 有的外星人 跟你沒有關係 但是慢慢你長大了才發現 原來… 你認識多了人 原來你才真正回頭望回 那種不同的世界 那種大家那種艱難 今天自己的生活好一點 回頭望 其實那個世界仍然都沒有走過 那件事有多影響 那一路就將這個世界觀 到你接觸到電影創作的時候 你就不停地擺這個下去 但是有沒有想過有一刻 不如拍一部 我不擺這個世界觀的電影 我又不是特意 但是那件事就很觸動我 但是… 譬如我一想故事 就會很容易將它們擺在唐樓 擺在後巷 擺在天台 我想像不到 將我的人物擺在中環 擺在一間池樓 或者是半山道 浦馬山道 這樣會如何 我想像不到 因為很老實 我自己還沒經歷這種生活 我不是這樣成長 然後就算我可以拍的 但是還沒拍過外行 我拍過型的 我不會知道他們想起的 明白 我又覺得 鄭寶瑞導演 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 我們經常在這裡看 什麼人拍什麼電影 估計這個人的生活 應該是怎樣的 但是反過來 我認識的鄭寶瑞導演 是超級顧家的好男人 你家裡很甜蜜 很甜蜜 你想想我們認識這麼多年 又叫我出去吃飯 最初我叫你讀東西而已 是 當時是… 晚都沒有頂望吃一餐 是不是去做東西吃飯 就是說 會不會是在你的創作世界裡 你剛好又遇到… 即是營運到一個好的家庭 所以將你那個世界觀 或者比較負面 或者比較壓力大 那個精神狀態 就放在電影裡 你是一個小數地 兩邊分得很清晰的一個創作人 而竟然還可以走到這麼極端 是的 我覺得有些事情是… 因為我自己堅持自己 不可以在這個圈裡面 找對象的人 我從來沒有跟圈內的人拍過拖 那我一定要在另一個… 因為我知道這個家庭 裡面只有一個人做這行 就已經很災難了 如果兩個人都做這行 應該會世界末日的 應該維持貿易到很久 所以我堅持我太太 或者我女朋友是不可以做這行 那變成很小時候 已經有這樣的概念 還有…大家做這行就沒有什麼秘密了 那大家都有些空間 那變成… 我一早已經分開了… 家裡就是家裡 做事就是做事 變成… 是的 可能我自己有時候都會想的 就是為什麼我自己拍戲是這樣 家裡是這樣 那時候 我都會想到 可能是… 很多東西你會把它放在… 外面創作的世界 就是好像我女兒 現在十幾歲 她… 她看很多經歷片 但是她沒有看過那些電影 蛤? 是… 我覺得她是不敢的 就是我在家裡面對她 也是一個傻的爸爸 是… 她很難… 就是那天打了Disney Plus 然後有一個Limbo 她看了很久 她終於都沒有按了 然後她走去看異形 當然我覺得她有心理準備 其實她的爸爸是怎樣的 她也知道Limbo是甚麼 她看那些評論都知道了 但是到最後 我想她還沒鼓起勇氣看的 就是她有看過你的電影 是… 你比較厲害的看過 鄭寶瑞導演的創作歷程非常有趣 是… 其實… 我是很懶的 這次也是維基百科而已 這樣就行了 OK 她的創作流程分了幾個階段 她有趣的地方就是 她也有同一份精神在裡面 但是正在做不同的事情 我們嘗試簡單地分一分 第一陣就是… 我想雜作期 可否簡單地說一下 就是中大電影 那個年代就拿了很少的錢 拍了一些… 其實就用來給網… 給 cable TV 播… cable TV 播的電影 很低成本拍的 就有第一百日 發光石頭 有些沒有選影的 這次就叫水雀青春救生 摩登姑婆屋 聽到這些名字也真是… 嚇一嚇一嚇一嚇 好了,這個是雜作期 不如逐個期說說吧 先說這裡 你剛剛… 有人找你做導演了 你那時候已經是很top的副導演 很厲害的副導演 也… 有些人找 是… 找你做了 那你那時候又抱著什麼心態 去拍這幾部電影? 其實我第一部的時候 都不是別人找我的 是我騙回來的 因為我知道那間公司 拍這四十五分鐘 四萬四分鐘 我就… 四萬四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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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四十五分鐘 就給當日那些 讀歌校外課程的同學拍 是… 那裏面我… 做統籌的就是我師兄… 即是… 其實副導演的師兄 就是… 張少堅 我們在大股額 就是當時認識 然後我說 喂,你四萬四元拍四十五分鐘 不如給你八萬八元 我拍九十分鐘 然後他說 你是不是真的 那時候另外就是 楊悅德先生 楊悅德導演 他是公司負責 他說好,你試一下 那就拿著八萬八元 一百元拍一分鐘 是啊 他只是拍五天而已 只有五天時間 你就要拍完一部電影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 因為當時很想找機會 自己試一下做到 也不知道自己做到什麼 然後… 最後找到這個機會 才開始去找 究竟自己 是怎樣的 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到創作 或者是自己的世界觀究竟是怎樣的 那… 真的打一份報紙 找哪份覺得自己 哪個新聞覺得自己有趣 最初就選擇做其中一項新聞 然後… 我記得自己在那裡寫 狂死也沒有什麼編劇幫你 那時候 那… 那… 就試拍了 那拍完之後 我自己覺得 有些東西自己可以拿捏到 但也不算處理得很好 那時候一對酷多少人 五個人 加上攝影師 是的,攝影師還要 其實五個人裡面 只有我一個是專業做任這行 其他都是我課程的同學 OK 那我攝影師 為什麼有攝影師 因為他懂得開機 他懂得開那部機 而且懂得錄和山 然後… 我們就… 我們就嘗試用我帶著他們去做這件事 那時候我沒有所謂試而已 可以試 慢慢試到這些東西 還有… 像剛才你所說的其他那些 那些摩登姑婆 什麼… 其實很想試一些不同的東西 再去找自己可以做到什麼 所以我覺得那時候那些雜作 都不可以說是一部電影 那時候有沒有模仿對象 譬如第一次做導演的人 我真的很喜歡馬田市高西斯 我就拍那些… 沒有的 你有沒有的? 我…我也不覺得沒有 因為那些神壇級的 你學會來做什麼 你學不到嘛 我們又不是第一次入行 我們已經… 做了一段時間 已經知道拍戲不太簡單 那你… 那你… 我很大的動機就是 試一下可以做什麼 即是那幾套都是實幹營的 這樣去… 了結了那套戲 那套戲 嘗… 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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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講愛情 這個講人際關係 這個講年輕人 熱血 那會怎樣呢 那… 那… 不一定成功 其實我… 每一步都不是很成功的 不過你慢慢可以嘗到一些 你自己可以擅長的東西 那個… 那個年頭 最像理想創作的 我猜是發光石頭 是… 因為發光石頭 這次有選影 不知道有沒有朋友看到 是… 不過是網上 是… 我有一個VCD的真相 嘗你厲害 因為他只是出過VCD 他連DVD都沒有出過 那套戲呢 為什麼我說很鄭寶瑞呢 就是因為我認識鄭寶瑞的時候 他經常講一些很… 我不想用變態這個詞 大家想不到第二個詞 比較變態 或者比較激進的關係 他經常講 亂倫真的很浪漫 他經常講的 讀這些真的很厲害 那一發光石頭 是… 就有點像這個 就是講這個 那這個故事是你構思的 是的… 是… 是… 先說一些 有些朋友可能沒有看 說過妹妹 寄養家庭 是嗎? 妹妹被人收養了 哥哥 哥哥不想跟他分開 於是就潛藏了 在那間屋裡躲在床下底 是…躲了五年 是…躲了很久 很浪漫 很浪漫 後來就有了小朋友 後來有一天 有個賊來打劫 後來有一天 不…第一天 媽媽發現床下底 好像有鬼似的 是… 就把床上去掉了 是… 然後這個年輕人 就在五年之後 返回到這個世界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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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就是鄭寶瑞導演的根源 是… 是… 他很喜歡這些東西 是… 好了… 這套戲也為你帶來了一些東西 就是馬慧豪導演看中了你 是不是因為這套 是… 是…因為我… 那時候之前我們… 我在Joe公司做副導演 一直都想找機會拍戲 但是… 一直都不太對 是… 後來做這部戲 真的… 已經是戲院上過一個星期 第一天我馬上叫Joe來看 Joe看完之後 就… 找了我 他說不如… 因為他也看到一些東西 我覺得Joe在戲裡看了一些東西 反而他當然不是看到戀倫有多浪漫 他看到一些 原來這個人可以拍到一些 比較氣氛一些 經歷一些的東西 不如你過來搞經歷片 那就開始了鄭寶瑞導演 01-03年 三套經歷片 第一套就是恐怖熱線之大頭鬼影 小弟天劇 但是我覺得沒有什麼劇本 然後就是熱血青年 第三套就是古澤心芳芳 那時候行內已經認定了阿水鬼王 那個階段你的創作心態又如何呢? 那個階段… 因為那一陣子是很多這些經歷片 鬼片出現的 其實我們經歷過大頭鬼影 我們去找了這個節目 開頭其實我們第一稿都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的 我們第一稿就是說那七個小朋友 遇到大鬼的那七個小朋友 就是你寫到差不多寫完的時候 我打給你說 新的日子我改了故事你回來 是的 大改整個故事 大改變成現在這個版本 其實那時候在那裡找 在那裡找的就是說 怎樣再處理經歷片 因為當年真的很多很好的經歷片 譬如 《Bag Wish Project》 《Rain》 或者《香港移動空間》 這些那麼好的 那你再去找的時候 自己應該怎樣去發揮呢? 那時候很老實的 我覺得自己未必懂得 故事 其實對於故事 或者創作 其實對於副導員來說 是弱的 因為我們是做製作的 那我們很少會接觸創作 因為其實是兩個 做過這一行 就知道我們其實是兩個不同的部門 那到真的自己做到什麼時候 真的要開始去做創作的時候 其實是一個挺艱難的事情 那當你不可以 譬如大鬼好一點 你幫我吧 其實要清理都好的 因為司徒在這裡 因為司徒第一次跟司徒做 司徒錦然先生做 但是司徒有一個很好的編劇 就是說導演你想怎樣 然後他說 我有什麼想怎樣 我都不懂 誰知道自己想怎樣 然後到後來 就是唯有去處理一些氣氛 或者經歷的場面 不務求 因為我自己覺得 這個始終都是一個商業類型的戲 我說觀眾想看什麼 當我沒有這個能力 去講這個故事的時候 可能經歷場面 就是我唯一的難把手 那時候唯有這樣去完成這兩部戲 那個新方方可能好一點的 叫做有些故事 但是那時候就比較商業的 那些新方方 因為是阿薩阿嬌 是呀 經兆片 亦都是我自己拍到 經歷片拍到最迷失的一部 雖然它是收到 一千 一千零多 因為當日是破千萬 因為剛剛也因為千幾遍 千幾遍完了 然後阿薩阿嬌就拍這個故事 其實製作也不是那麼好的 不過是你很希望發揮到它兩個少女 但是有些東西是自己 如果你比起我以前的經歷片 我覺得它不夠的 也都找不到它自己本身 電影那陣味 即哪怕你說二月青年也好 哪怕大陸版也好 它有屬於自己的一陣味道 尤其是二月青年 畫面上也好 在美術上也有自己的味道 但是雙方就是偏商業的 還有沒有的 找不到那陣味 那你對創作的投入度 我又可以分享一點 那時候跟鄭寶Sir亂當作 那時候就算鬼故事 其實我自己是很小膽的 那他經常說怎麼算 他就在家裡自己關燈 站在一旁 然後播一些恐怖片的配樂 然後他就幻想廚房有一隻鬼 他是用這種方法量度 你的投入度也是這樣 是的 因為你很害怕不懂得拍 其實很多人都說 拍戲 我自己的角度就是 你很大膽什麼都不怕 那你怎麼知道鏡頭拍出來怕不怕 那就盡量訓練自己小膽 訓練自己小膽 我真的關燈 我真的想不到 我真的關燈 播著音樂 我記得那天晚上是看著廚房 廚房關燈 我看著廚房 我看著廚房 我覺得它有人 然後看著真的沒有反應 看著幾天都沒有反應 我看著拍拉批 沒有 我真的覺得沒有人 睡在床上 看著天花板 你睡到感覺旁邊 多了人在你身邊 你感覺到那件事你就知道害怕 我就沒有管到我會害怕 我知道明天拍什麼 我會害怕什麼 我會害怕的感覺 每個創作人的風格 之所以煉成都總有原因 這個方法煉成 好了 再下去 我覺得是兩套比較有趣的摸索時期 第一套是《愛作戰》 離開了鬼片 是 是一套怎麼形容呢 《愛作戰》 有些動作有些愛情 動作愛情 但又不是日本的 是動作愛情片 然後另一套 另一套就真是不得了 《追擊8月15》 未來一個小時 都是說《追擊8月15》 是小弟編劇的 是… 這兩套 《愛作戰》 我覺得你是在拿捏很多東西 我覺得 你又想撕掉鬼王 是 又想嘗試很多東西 你那時候的創作 那個想法是甚麼 那時候因為知道 拍完《古達三方方》 你知道自己拍《經歷》 已經拍到 有一支瓶頸 不能說盡頭 有一支瓶頸 你自己在那裡已經衝破不到 也好像差不多了 拍《三木鬼片》 你怎麼結束下去呢 你自己的導演生涯 然後回來 我就覺得 因為《綢幾》播剧本 真的不行 反而是 我真的要… 希望全力去做一個這樣的劇本 那時候幸好有司徒 幸好有Jack 和維倫 大家一起 真的三個人坐在那裡磨 我最記得大家 還有一場吵架 就是我吵一句 司徒吵一句 然後阿姐馬上寫 大家在那裡讀 就是那場吵架戲 扮情侶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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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一起去… 嘗試去找個故事 或者找個drama 那裡面是… 因為我自己… 因為我自己很需要拍電影 我自己很需要知道大概的類型 知道愛情是一部份 但是我知道我自己不是一個寫愛情很厲害的人 或者寫人很厲害的人 但是動作應該是我希望自己能夠兼顧的 或者是我將來再往另一個方向的人 在我作戰中 我就盡量去加一些動作 還有希望觀眾感受到拍攝的難度 所以最後我們決定要扔車下去 其實第一次阿Joe聽到就是… 馬尾導演 馬尾導演 然後他問哪有錢 我說行了 你不要離我 我說搞到的 你不要離我 我OK的 總之不會過了 我們就死命要讀一場最後一輛車 一定要下去 其實那時候 我想阿Jack和阿司徒都不知道行不行 他們說行不行 然後就讀 那就是這樣 然後是… 進去做 我們用我們的方法 怎樣… 丟到下海 怎樣兩天… 兩天裡面要完成整座水底的戲 很想試這些技術上的東西 也希望… 當然這些場面還場面 也希望 亦都跟戲劇間產生了一種關係 那麼… 那裡反而是… 我真正在這裡體會到故事… 那種力量 外作戰之後 給了你的是信心多了還是少了 多了的 我覺得… 多了一點的 但我個人都很謙虛 很謙虛 很謙虛 你感覺到… 當我… 我最記得我自己看首映 那時候還在會展 很流行會展首映 是 那會展示我自己看完之後 我覺得… 故事的力量真是幾大 就是電影的力量 其實是可以是很大 那麼… 那真的… 我又不是覺得自己很堅持 但是我覺得 你體會到那種… 體會過這種過程之後 慢慢你會知道 電影是一件不簡單的事 也都不時必一定會成功 但是… 你會這樣去經歷 那就是這樣 然後誰知道下一部… 就最擊敗的十年 就最擊敗的十年 拍笑片也拍人間的 然後… 是我自己打擊的 是… 為什麼呢? 這麼好的編劇在旁邊都… 我怕我呈現不到你的事情 不是… 我講的是… 劇… 每一場 伸妮寫的很可笑 但… 我是很好笑的 就是… 大家都很開心 但是我覺得是… 拍戲劇是… 其實我覺得 在所有類型來說 是最不簡單的一件事 就是… 那個戲劇是怎樣 淺身的自然 我的鏡頭有沒有幫助到他 或者是… 我究竟有沒有打散了他 因為尤其是… 我在現場拍中幾天的沙 他們是一個… 又不是叫即興的 很自由 但是當我拍攝或者延長氣氛配合不到它 隨時會打散鏡子 這是很危險的 但是當時你知道這個人是規則 但不代表你小孩 你知道有什麼不能做 但你又不知道應該要做什麼 為什麼你肯接這個項目 跟馬惠侯導演聯合導演 不是因為阿周比較順勢 他只是說你試試 他一開始就說我們兩個聯合導演 整件事就是小馬過電演 我就是在那裡 那時Joe監製 亦是我師父 那時開《追擊》8月15日 就是聯合導演的我編劇 Joe也一起寫 誰知道踏了旗 就是煎釀三寶 許灌民先生的復出之作 Joe當然是專心去了那邊 於是我們的拍攝 就突然只有鄭寶瑞和我 於是我們兩個人 就自己想拍什麼就拍 自己想寫什麼就寫什麼 我寫到劇本沒有電郵給Joe媽的 對 但是我們在現場改 對 Joe不知道我寫什麼了 已經拍到 還有你有一些 我自己覺得 為何我自己那麼… 又不是介意的 我自己處理也不好 其實有些人拿著你的劇本 我覺得很好笑 但你想不到怎麼處理 其實對一個導演來說 是很痛苦的 因為他不是只是一個… 我經常覺得拍戲 不是只是一個 你可以用技巧來完成的工作 即是你要投入 或者你覺得很好笑 但是你要怎樣投入 在這個劇本上 J8月15 我覺得是少的 這件事是少的 雖然後來 後來很多觀眾看完 都覺得很好笑 去到後面 大家覺得是溝王 其實不是溝片 很認真的 我也很認真 很可憐 好 受過J8月15的打擊之後 突然間 我又覺得 在我心目中覺得 鄭寶瑞形象的成形 Style的成形的三部曲 生物三部曲 怪物狗咬狗和軍雞 三種生物在這裡 這三套戲在你心目中 是一個什麼位置 我覺得是很高的 坦白說 不是水準上的 因為當然總有三次 都是在試一些東西 但是是很鄭寶瑞 開始大家感受到鄭寶瑞的世界 這三套戲 我心目中覺得是三部曲 你的創作的初心是怎樣的 其實那時候 有什麼經歷過 我便戰了 你也喜歡拜心 慢慢你開始了解自己 就是我對某一些東西有興趣 譬如一些比較扭曲的人性 但是我不覺得那種人性不是人性 我覺得很恐怖 好像林家欣那種 那種夢外放到最大 有些東西放不下的時候 他就寧願留在這坑渠裡 那這個是很極端的 但是對於我來說很有想像 因為我經常覺得電影是應該 某些電影是應該拍這些這麼極端的人物的 那慢慢開始你去投入他 我慢慢也都覺得他們有他的 又不是叫浪漫 又有一種河碑 我會憐憫他們 那這個我覺得是對於我 我覺得很重要的 就是我怎樣看他的角色 或者是我怎樣去拍他們的時候 我多了這一份心 而不是當作一個工具的時候 就會有一種不同的感官在裡面 或者拍的時候你知道自己要拍什麼 那這幾部 如果你說回來說 其實是很大有這個感覺的 尤其是《膠狗》 《膠狗》就是Alison和燦森 那時候我自己又比較爭辯 那時候我記得好像是《怪物》 《怪物》之後 這幾部劇似真是個個帝帝 《怪物》我覺得是不太成功的 我自己很喜歡這個人物 但是我不是處理得很好 因為很多問題自己解決不了 然後為什麼我搞了《狗獎》 因為《怪物》做得不好 而去到後來就有一間公司 日本公司 那他就給我拍一部電影 然後他就說 他主要市場 因為日本的資金 他們是放了一個 那時候還有一個視頻 就是一個錄影帶市場的資金 那我說 是不是香港票房 不是最重要 他說是的 本來我們都是用來賣服 和在日本做 我們有基本的回收 那我心裡就說 哇,那行了,我可以不理了 那我就… 其實你之前也不是怎麼理的 我有的,我有理的 不過是真的要理不理得怎樣 也會考慮過一些票房上的東西 也嘗試做一些很幼稚的計算 但是不代表一定成功 到了《怪物》的時候 你會覺得,那不理了 一定要拍一部我自己覺得對的東西 《怪物》就是… 很快,我記得過程很快 我決定要拍到完成 我相信… 四個月… 完成,就是拍完完成 可能你兩個月籌備 然後兩個月裡面就拍 其實香港我拍了13天 去泰國拍了7天 其實20天都沒有戲 但是其實都是飛子仔的 阿MAT和Malvin一起跟飛子仔 但是… 你那時候很清楚自己要拍什麼 也都很順 拍的過程 或者建立這件事 建立得很順 你想有的,他都會出現在電影裡 但是你今天回想問我 我是不是一個很冷靜的創作 他不屬於… 他是一個… 我經常覺得《怪物》是屬於 我拿個火來推動自己 去完成的一部作品 他裡面不算太理智 他裡面就是有一種衝動 有一種湧動在裡面 但是你也都是屬於 《怪物》它的味道 他今天變成這樣 也都是當日我有一個這樣的心態 一個不冷靜的心態 或者那條火的心態去完成 那麼… 所以很多人問我 你會不會再拍到《怪物》 我說拍不到 因為你那種… 你那種心態那種火 你未必是今天你會形成得到 是,那個年紀 在那個電影圈的崗位 在那個世界 是的,所以《怪物》對於我重要的 就是因為其實他挺代表 那一刻的我 對於電影 或者對於這部戲的一種看法 而他是比較坦白地去呈現給觀眾 哪怕大家經常說 《怪物》 拿個小朋友出來 這些是有機會讓我去修正的問題 最後我自己也決定要保留的 我想說回一些怪物 怪物在我心目中 應該是鄭寶瑞第一個折磨演員的角色 折磨得最… 即是最高壓 即是折磨我開玩笑 其實都是真的 是高壓的 即是最高壓的角色 那時候開始定型 你怎樣說服一個演員肯演這件事 以及你為何開始覺得 在這個世界尋求一個演員的演出 是開始鄭寶瑞的世界 其實我就沒有去想說 是不是我的世界 不過是 譬如可以說一下 怎樣跟議員合作 這一種關係 其實那裡慢慢… 當然我遇到兩個好好的議員 一個是舒淇 一個是林嘉欣小姐 那林嘉欣當然是辛苦一點 每天發八個小時的妝 拍八個小時 落妝四個小時 然後休息三個小時 再發八個小時 每天all and off這樣做 但是我覺得嘉欣是一個 挺盡情的議員 當然他很難拿捏的這個角色 每天就要爬坑渠 抱著一個小孩 做那麼多中學妝 我覺得嘉欣有一天跟我說 他好像感覺到這個角色是什麼 然後我說 為什麼 因為他覺得很痛苦 化這個妝 可能這種痛苦 或者有一天他覺得 我突然化過程裡面 我好像感覺到他 或者跟他說話 那我有點害怕 我一會跳不出去 但是就是這樣 我過程裡面也沒有說 我逼林嘉欣 我記得有一天跟他罵過膠 因為嘉欣化完妝 爬了兩個小時之後 裡面的妝開始掉了 因為裡面在流汗 其實嘉欣告訴我 裡面好像被捱咬 然後就算他怎麼補 就是在這裡撩開膠水再補 但是可能妝的邊都會爛 其實他是痛苦的 但是我說那算了 我說今天不拍 嘉欣說不行 我化了這個狀態就要拍 我說摸包中學化了 然後我說 然後我說 拍 開機 這個狀態就要 拍 然後嘉欣就呆了 那一刻 其實大家是很痛苦的 我也痛苦 我看到嘉欣這樣 我也痛苦的 但是你又感覺到 他為這個電影付出 或者他對這個角色付出 或者他在這個角度裡面 在這個痛苦裡面 尋找著這個角色所承受的東西 這個是我 我堅是挺令我感覺到 就是 我跟堅 除了這一次 除了這一次 其實我們合作得很好 但是 我也沒有拿著槍逼他 哪怕書記後來 跑樓梯 跑到腳趾甲都爛壞 就是穿著拖鞋 我就要去到處走 但是 大家開始感覺到 或者是拿這種 我慢慢感覺到就是 在畫面上 你們會感受得到 那個演員的那種付出 還有在這個physically 他們在感受著 現場感受著的東西的時候 他們對這個角色 就出現了另外一種看法 這種我覺得是在商討 在一個討論而來的 或者討論令到他這樣做的 那把他在後面像阿瑟一樣 其實是他們覺得 有沒有需要這樣做 或者角色有沒有需要這樣做 當然我的角色 永遠都是在高壓的情況之下 或者極端之下 很容易他們覺得 他們要有一些physically 自己感受到的東西 因為有些東西很難想像 所以我真的沒有拿著槍 沒有拿著皮扁 你不用強調四次 我剛才聽到的聲音 沒有逼他的 真的沒有 好了 你說過《軍雞》 在你心目中 不是太成功的作品 是的 不成功 其實我自己很喜歡這個漫畫 我也是太喜歡《軍雞》的漫畫 也跟蕎本院長先生相討過很多次 我覺得 我唯一一套戲 是我感覺到拍攝現場 你已經感覺到那個戲開始塌 你感覺到它開始塌 哪方面塌? 就是那個氣氛 不是 其實是你感覺到那個戲劇 或者是你開始覺得不合適 開始設置到東西 開始不合適 或者是慢慢你覺得 當日一個決定做錯了 那你後面一直在錄 你很想拉回來的 你用盡很多方法的 用盡很多方法拉回來 但是你不成功的 我自己歸咎的一個決定 就是當日大家猜不到 一個日本公司 他說 因為《軍雞》就是一個年輕人 而一天將全家殺了 而他們自己不知道為什麼 全家殺了之後 被人困到奸獄之後 被人困到奸獄 後來他在裡面唯一字 很容易學到空手道 因為有一個這麼黑暗的成像之下 他變成一個鬼一樣的 空手道的一個高手 但是後來我就將他改變了 我就將他前來改變了 殺一家人是為了幫我妹頂罪 其實殺那個不是他 其實是一個精神有問題的妹妹 這件事我後來覺得 是改變了整套戲的味道 最大的問題是 我自己做了這件事 覺得很好的時候 問先生的橋本獄狀 我說都可以啊 然後後來 其實是 我後來 我自己再翻譯 為什麼後來電影會合作 也有很大的原因 是我改變了最根本的東西 因為其實我都問過作者 我說究竟 為什麼你都說有這樣的角色 為什麼會這樣做 其實他說 其實是一個社會的現象 當然很多學生在日本 在經歷著這件事 是真的全家殺了 或者是傷害人 但是他自己問回一些理由都沒有 可能是一個壓力 可能是一個社會的現象 解釋不了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 都是這個角色能夠立足的一件事 因為他永遠不會理解到自己 為什麼要殺人 我不知道 這個曲可能就是推動這個角色的一件事 現在變成了頂罪 這個這麼好的青年 我也不知道 我覺得是對於 至少在最根本的一件事 我扭轉了的時候 其實整個人物的變化就改了 其實是後面也很厲害 我很想回來 但是到最後剪接的時候 那時候又想拉著什麼都想拉著 但是最後都看著他想 每部電影有他的命 是的 這個就不停地演變 看著他想 然後之後你的流程就很厲害了 開始了和銀河影像合作的兩部作品 就是2009年意外和2012年的車手 我想很多影迷都是 就是之前已經有一堆影迷的了 接著這兩部電影 就幫你再儲多一班粉絲的 是 銀河本身有粉絲 是 過了一點 那這兩部電影算不算是 你那時候來說最高預算的兩部電影 都差不多 我記得都是 那時候也不是很多 那時候最大的是烈火箭車 3000萬很厲害 是投文字D那些 那我意外那時候也有 好像600萬還是800萬 那時候 那時候車手也有1000萬 1000萬、1000多萬 很厲害 那這兩套的創作 在銀河影像的世界 有沒有說銀河影像特別幫了你某些東西 令到你彌補了前面 你一直每一套在數的時候 都在說劇本、劇本、劇本 銀河影像有沒有幫了你很多 有 一定有 其實我經常都說銀河影像 它是一個好像上學一樣的 因為其實在我自己最迷失 拍完《軍雞》之後 杜先生就叫做銀河影像 然後就停下了外面 所有的項目就進去 因為那時候很想找一個人跟著你學 因為你知道自己有些 過完《軍雞》之後 你覺得自己有些東西 其實真的不是很足夠 然後就找他學習 然後就找他學習了 那是很好的 杜先生真的給你很多很足夠的時間 他創作了 因為他的要求高 有時候他也未必能告訴你 究竟是怎樣 但是他知道哪些是不行 或者是哪些你還沒做到 但是他也不會說你還沒做到 而叫你不要做 不是 可能他叫你繼續做 做到成功 這個過程 我想最大影響我就是跟他一些 反而不是量度劇本的過程 其實杜先生沒有量度一些什麼橋段給我 反而是跟他分享電影的一種過程 就是他怎樣看電影 或者看什麼電影 這個是一個 對於我來講 養分來講是很好的 我覺得 有時候創作人 是需要有這些時間去吸收的 當然我比較幸運 有一個這樣的人 那監製在旁邊 還要跟你聊天 有時候會告訴你怎樣做 或者他推動你去到 你自己也想像不到的一個地方 銀河影像 其中一個創作的風格 就落在謝姆瑞導演的身上 就是意外可以分享的 意外其實 香港有一半的編劇都參與過 我覺得 不停地寫完又走 寫完又走 小弟都其實是曾經在那裡 蹲了兩個月 寫意外 很辛苦地跟他讀 讀完之後 你即是搞大綱 大綱是幾頁子 都要各讀整個故事 都搞兩三個禮拜 搞完大綱 終於 然後給他 他就拿著進去杜先生房 杜Sir房 杜Sir 然後他就走出來 然後我們又重頭來過 又搞兩三個禮拜 然後他又走入杜Sir房 杜Sir走出來又 然後我就在那裡兩個月 兩個月之後我就說 阿瑞 我真的要走了 我會餓死的了 朋友都不能做了 還有我已經開始發惡夢了 會 會 真的發惡夢 這個創作方法 是不是一直由那時候開始 一直留到現在 還是一個你相信的創作方法 就是 就是 不停地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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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坦白 這個時候先聲討一下 握的過程 是不知道握什麼的 對 只是知道我不要 但是我不知道我要什麼 最多時間想 就是 想想我們應該想什麼 這句 我當時開始 讀什麼好呢 要找 我覺得 藥韻影像也被我了解到 其實創作 除了我們不停寫 不停創作之外 其實很多時間就是找 是 一個尋找的過程 那 這個尋找的過程 在藥韻影像 讓我理解到 譬如 我們經歷了很多迷失 譬如 寫完又不行 寫完又不行 這種迷失 我覺得 讓我自己理解到 就是 我想我這一輩 如果繼續做導演下去的話 都是要經歷的事情 但是 我不覺得 這是一件壞事 有時候 你要找一件 你自己沒做過的事的時候 當然不知道 不知道 怎樣 你能夠順手 那些應該都是你做過的事 對不對 那變成 你要去找的時候 一定會有個過程 不停推翻 不停找 不停推翻 所以剛才那句也不是笑話 就是想想 我應該想什麼 想想 我們應該想 想到一個人先 想到一個人先 就是讓我明白的一件事 跳著這樣說 阿瑞其中一句口頭禪 我們經常說的 就是拍戲是為了補戲 拍就沒得補 是嗎 因為他的補戲是 那些事隔一年之後 再補十多組的 那些 拍過突然肚子就行了 我之前不拍 我怎麼可以補 這樣 真的是這樣的想法 意外和車手 在銀河影像的世界 是不是開始了 你這種創作方式 之前那些低預算 又不可以這樣 沒有 其實外面很少讓你這樣做 對 因為你真的有個 獨秘風在後面 你不夠膽 他也可以這樣做 你才這樣做 對 我只看他拍戲也是這樣 沒理由我不行吧 沒理由不給我這個機會 那他很好的 其實當然 我們這樣說 輕鬆說的就好了 其實他作為監製 怎麼會沒有壓力 是不是 面對壓力 但他又知道你在做什麼 但是 一開始他好像車手一樣 一回來他打算 你十組補完 問你補多久 我一來就說補十六組 然後他呆了 看著你補什麼 然後我說 你別管我 你讓我拍 我靠你讓我拍 然後他說 唉 拍了 那樣又很好 當然他知道你在找 因為他自己也在經歷 你以為他不知道嗎 他也知道在找 拍完後 可能未必一定是對的 但是有些事情 就是你不去找他 他就真的不出來 就是衛生經常說 是很頑皮的 那樣東西 你不找 有時候你找很久都找不到 但不一定出來的 那樣東西 但總之你不找 他就不出來 你找吧 努力去找吧 有時候好像意外 你不在文館上去找 找了一年半 新年有陪伴我 大家很多七八個片劇都出現過 又走過 之後走完又回來 是嗎 但是 你有一天有機會 你找他 他就會出現 但是 這個是一個過程來的 所以 還有我經常覺得 拍戲 最好的狀態是 拍完 以前香港很難 拍完之後 就要馬上畫 整個創作的經歷其實很短 其實不是很長 一年繼續很厲害 其實有時候 半年到九個月 你就要上畫 但是 我經常覺得 好的電影 或者有一些創作 不是所有 不是絕對 但是 是需要沉澱的 需要沉澱 就是當你仍然在局裡 的時候 你看不清楚 你很難抽身出來看戲 因為其實我們做創作 就知道 當我們永遠投入 投入投入 但是某個時間 我們要站起來 看究竟是不是這樣 但是當我們永遠在局裡 其實是很難去抽身的 其實這個時間 我唯有用時間 來令自己抽身 就是有時候 你要將它拋開 一個月 兩個月 三個月 四個月 半年 你重新再看這件事 你可以冷靜地看它 因為你已經忘記了 你創作經歷的所有事情 你就是很冷靜 好想有觀眾 我只看這部戲 我才很冷靜 知道那件事是行不行 這個是 所以 可以補戲 是這樣的 很多人都… 很多人都是藉口 但是我自己經歷過 那種沉澱 是令你的創作有不同 或者你會冷靜一點 你沉澱到上話前 都在沉著 是的 你剛才的言論 雖然鄭寶瑞先生是一位大師 不是 所有電影學院老師的惡夢 就是教學生 教到他 這些學生搬你出來 我們就死定了 是嗎? 那他應該開竅了 那我再問一個問題 你一部戲搞兩年 搞三年 補拍有幾年 那個導演費是不夠吃的 應該死定了 死定了 是嗎? 那你賺錢的時候 你就賺了 那你還是很像溫暖淚柴的 2015年的薩佩朗二 我調下來說 就是說 頗為算是… 當然你的電影路還會很長 繼續越來越精彩 希望 但是我覺得 收成正果的鄭寶瑞風格 挺呈現的 薩佩朗二小弟非常喜歡 謝謝 對 小數地我買一個世界觀 融入一個世界觀 至此剛剛大家看完了 應該最多的感受是這套 是 還有接下來的《命案》 小弟也非常喜歡 謝謝 你怎麼… 你怎麼計算 或者你怎麼感受 你經歷過剛才我 故意從第一套 一直數到現在 醞釀了這麼久 而變成這三套的鄭寶瑞風格 是甚麼呢? 其實… 我自己有時候都會… 例如你剛才說 或者令我回想回所有東西 怎麼走到今天這樣 我自己… 老實說我自己不能帶自己 就是… 我又沒有故意很強硬 我一定要把我自己的電影變成這樣 因為你看到我甚麼電影都拍 很多不同的電影都拍 我只是… 我一直都是那個狀態 就是說 能夠走… 這一步希望它能夠導致我走到下一步 如果有下一步 我就走好下一步 就是這樣 慢慢你一步一步走走 其實我自己 哪怕做電影開始 哪怕做導演開始 我不是一個… 很有目標 說我要做得好的人 也都…可能不敢 不敢有這些目標 那你只是希望… 我可以在這個圈子生存去 或者我只是希望在這個工作上 繼續走下去 因為我們在這個圈太久 我們也知道… 當然有人比我還要 我們有一段時間的時候 我們也知道 就是… 沒有東西是… 永久的 因為我們看到太多前輩 突然間就… 沒有… 突然間… 不是沒有人找 或者… 不是他自己不懂得拍 是突然間就停了 突然間… 可能他已經不同了 那種… 可能他自己也不知道 我自己也不知道 自己將來會怎樣 所以其實新的聽說 將來一定會好的 我自己也… 真的不敢肯定 那… 所以是… 我自己也是一步走下去 你… 你去到… 我… 我只是覺得去到自此 或者去到明朗 我覺得… 都是拿著一件事 我永遠拍得比較好 或者大家會… 注意的作品 我也是回頭看的 最重要的就是 很Honest面對自己 很Honest面對自己的創作 我未必Honest 對觀眾 我未必拍的東西 未必是你們想看的 但是我覺得 作為一個創作人 很Honest面對自己的時候 他作品會出來 有不同的東西 甚至… 譬如搞狗也好 意外也好 Limbo也好 他是比較… 我真的很Honest告訴你 那一刻 當刻 我的想法就是這樣 他相對來說 不是那麼多人容易接受到戲 但是我覺得這份 我覺得對於創作人 當然我們做了這麼多年 一定會有某些技巧 在手上 我們可以… 用一些技巧 trace 或者節奏來帶領你們 用很多奇怪的東西 令你們花過去 但是那些都是一些技巧 我覺得不真實的 那些東西 但是對於我來說 最真實的就是 應該很Honest面對你的創作 面對你的電影 可能你未必是跟他一樣的看法 但是你嘗試勇敢地呈現 告訴觀眾 你是怎麼想的 現在的鄭寶瑞 又可以選戲開的 很老實說 應該是 一點點 有哪些 現在你決定要開一套 或者你決定這套戲是可以的 我想拍 你會先聞到哪一股錘 或者用哪一刻 譬如至此也好 命案也好 是哪一刻 是這個項目 所以我要拍 其實很多事情都可以的 我覺得有不同的 譬如好像 自知是因為 我很喜歡那段關係 我想到一個世界 命案是因為 原因是完全不 兩件事 因為我很想跟尤賴海這個人合作 這個是我拍命案最大的前提 這麼多年未正式合作過 未正式 他編劇我是副導演系 樓上當然有韋山有杜山 那時候 但是真的 今天杜山都在 帶他監製和家裡 放手給我們兩個去做 變成 譬如我和尤賴海 加起來 究竟有什麼事情 我很想去找 很想去知道 所以每次都不同 好 關於電影流程 就問完了 我呢 我問得太 都不夠快 要再快一點 我以下就是一些 星土語及澄清 一些傳聞 關於鄭寶瑞導演 希望你解釋一下 好啊 首先鄭寶瑞導演 在行內有一個很厲害的 叫做散工救星 不知道大家明不明白 散工救星呢 因為其實 在電影裡面 除了某一些 C級的官員 譬如攝影師 副導演 之類 其實大部分 都是斷日計的工作人員 他們每天工作的錢 就是十三個小時 只要一多十三個小時 就逐個小時計算 所以鄭寶瑞的拍攝方法 就被行內稱為散工救星 就是在他的電影裡面 做散工 哇 理論上開心了 但是其實是關門不讓走 拍完才准走 好了 是否一定要用這樣的創作方法 還是一個誤會 我不會一定的 是 我是說拍攝的時候 你沒有了一小時 其實我覺得自己很快 我經常說 拍攝了這麼久嗎 他們永遠說 你拍攝了不知多少組 然後我說 我拍攝了多少組 然後他們說 你不要說多少組 你說多少天 因為你一天裡面 你去了三組 我說 因為我自己沒有了 因為有時候 你知道的景 我的景就算 看到生日我也封了一個窗 自己打過燈 你就是不知道時間 你就是知道有人給你飯 你吃就吃 每隔六個小時 有個飯盒來做 有個飯盒有人做 好像餵狗 你吃飯 吃飯 然後突然有些麥當 已經吃宵夜了 吃宵夜了 大家一起吃宵夜了 大家已經不出聲了 然後我說 我就一直拍攝 然後突然這樣想 我說 陳輝不是早餐嗎 然後大家會這樣 其實我是沒有了一個小時 因為你想一直拍下去 但是我自己 可能那時候 不知道是不是平衡宇宙 我經常覺得 我不是過了很久 我不是過了很久 但是你會覺得 原來做了很久 大家看到我一來 監製不逼你下班嗎 還是你比監製 沒甚麼監製理我 對 為甚麼你可以這樣消化 不是 可能大家看到你對於電影的熱情 大家沒理由不認識 你真的這麼說 你的電影節可以說這些嗎 那些監製很好 他們對我 譬如這麼多 那時候Joe、Joe媽 現在阿信、杜生 或者林林 他們都… 製片類的監製 林林、Elaine 他們就會挖掘我 但是我看不到 我不知道有這種人坐在旁邊 我看不到 我時維高 最嚴重的一次是哪部電影 你留了多久 那最嚴重的是車手 是 車手拍了五十二小時 十二小時 還要是早上出去碼頭飛完 晚上就回到停車場飛 到第二天再出去 碼頭再飛 再回到停車場飛 接著再進廠保高室 一天二十四個鐘 即是兩天幾 兩天幾 中間是有些不停換 即是中間突然看到 攝影師說 我先回去洗澡 那一沖就九個小時 或者十二個小時 那… 變了第二個攝影師 變了第二個攝影師 那我最記得 副導演… 霸摩 即是和慶芬 和路人的導演 和慶芬 他是去到廠 然後他已經躺在那裡 是 我還記得我拿著一個 這麼長病的鐵錘 對著他 我說你很起來 然後他不理我 他說我真是廢 你當我不是這裡 你看不到我 你時運高 你看不到我 然後… 但是… 去到… 好像最後那兩個小時 我看著螢幕其實是看不到的 是 看著螢幕叫了拍攝機之後 我就叫不到Cut 我一直被螢幕吸引著 可能真的很喜歡拍戲 那… 大家做完了 大家看著 還不叫Cut 也拍不著長機 C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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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演員呢? 演員都沒得頂的 沒有的,因為很多… 其實演員 我們中間當然要讓他們回去睡一睡 我拍別的還沒拍 因為是車手 其實是危險的 因為那些車手 就一直陪我陪到尾 海棠他們 去中間也會換人的 海棠他們也… 加落他們也會換到… 那個人是最瘋狂的 五十多小時 以後不會的了嗎? 不知道 我其實一直都沒有這樣… 我自己… 我自己真的不太覺得 五十多小時到尾 我是覺得 因為我自己也很想 平日那些 我就不太覺得自己 原來過了… 原來是十八小時 那我自己也不覺得 是有一次… 我試過一次… 你說過一次… 有一次杜先生叫他帶我下班 杜先生叫他下班 但又不是長時間 我拍了幾個小時 但因為那天很豐富 但我仍然在街上拍攝 然後我說沒事 因為我有一場中間沒有下雨 那我就在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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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他打來叫我下班 我也覺得奇妙 為什麼要下班 他叫我下雨 我就在下雨 然後他說 真的不是 因為那些燈真的扭電 有些燈電燈 要是在電 然後他說你下班 我說好啊 後來… 是的… 然後到最後… 我們在北角拍攝 到最後連燈都… 即是… 那天是大風到 連六尺梯… 那放到六尺梯 六尺梯都吹了 那麼矮都吹了 那我就覺得… 真的… 後來他們有燈 後來訂燈都不敢收 後來原來真的… 是的… 你也有底線的 不是我沒有底線的 是他有的 我沒有 那我就拍了 是下雨嘛 是的 好的 然後這個我上網找到的 形容 某個網站形容你 你的電影就是 通常都在票房捉招後 事後被認定為影迷經典 好… 我問他這題是比較接受的 是 好… 你有哪部電影是賺錢的 其實… 對下那些 有的… 有些的… 恐怖熱線之大頭鬼應該賺的 賺的… 四百多萬元 不是哪有另一部 這部… 因為他還有賣浮的 是… 然後還有哪部 然後… 不要說 古澤一千 古澤… 古澤也會賺 因為很便宜 好… 傻嬌 就是他們貴 好… 他們貴 我們很便宜 8月15日 九百多… 我想… 我想… 因為他拿著中記 也只有九百多 算是… 怪物九十九 軍雞不要提 怪物九十九 是死定了 是死定了 不是九十九 九十九可以的 雖然香港收百多 因為他主要是外負的 香港收得百六萬 他賣歐洲、歐美、Videos 那些是很困難的 軍雞又不行 是 意外五百多萬可以嗎 我應該死死 我想… 但總共一直賣 好的 車手千四萬 可以 可以的 西遊記 賺這些也不賺 賺 你十… 不是,但你十點四三億 但你跑了四億 唉… 宣傳… 就是宣傳 好了… 好了… 真的,我手洗的 可能是… 也有一點距離 好了… 答個比較傷痛 是… 網上有人叫我問你 是… 網上讀者 至此 在香港只收二百多萬 有二百? 我還要為百多 我看幾百科就沒辦法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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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不相感呢? 或者你怎麼看電影這件事呢? 會不會很擔憂? 其實… 其實… 是相感的 我自己做一個導演 雖然我也知道 電影不是容易接受到 我自己去到尾 是把所有顏色抽走 當然在我做創作的角度 我覺得 抽走顏色是對電影 最好的一個決定 但是… 可能對於普通觀眾 不是這樣想的 那… 沒有想過會這麼差的 有些機會… 有很多問題 可能有些人 是… 看著你這張海報 都不知道是電影 或者是看到一堆黑白的東西 他都不知道 那個人是甚麼 可能是垃圾太多 可能是引不了他們 沒有進場獄 這是一個問題來的 但是… 你當然… 你認識一個導演 你當然想多些人 會看到那部電影 但是… 不行 你也沒辦法 因為我覺得自此不應該 在電視上看 是… 我覺得應該在彈幕看 是… 我覺得… 在電視上很難感受到 那種力量 有沒有人是今天第一次看的? 為甚麼? 那時不去看? 你完全不知道 有這樣的戲 是嗎? 是嗎? 由事後變影迷經典 又來看了 任公主 好… 好… 接著這個… 我問完這題 就是問答環節 好… 因為問答要去那個咪 上面的朋友也可以問 但是你要下來這個咪 所以早點舉手 下一題問 對… 除非你很大聲叫下來 所以如果是 就早點準備好了 好… 如果想問問題的朋友 好…問完這題 這題不關你的事 你代我回答網上傳聞 網上傳聞 一定不是你 我知道那個… 有個導演 那個綽號叫做 訓導 話說他拍戲的時候 在國內 跟導演看景 就看到後巷很適合 很漂亮 但就有個路牌阻礙 誰知道 事後那個人 再去看景的時候 導演就發現 咦?不見了路牌的? 然後那個訓導就說 咦?我們鋸掉他了 不怕,拍完之後 我會幫他刊 這麼狼死 那這個人… 不是… 應該不是我們認識的人 也不是你 那你旁觀 你覺得這個人的行為 對嗎? 是不是真的? 你覺得他對嗎? 我第一次聽到 我也覺得他挺盡責的工作人員 對於電影… 對於電影… 就是他… 他努力去… 希望導演能夠拍到他拍的東西 那… 你先別管他的方法 那人家能夠搞定 可能連生活的人都不知道 沒有了路牌嗎? 就是一句說話 沒有了路牌? 對,沒有了 然後突然說,有了嗎? 對,有了 就是這樣 反應就是這樣 其實他裡面不知道 你問旁邊阿嬸 或者他真是一個… 沒有了路牌? 對… 然後突然說,對… 就是這樣 其實你不影響他們很多 對… 我覺得他也挺…熱情 他也應該熱愛電影 也不錯 對… 也不錯… 多謝你的意見 希望真的有這樣的人 對… OK,好了 我們觀眾問答的時候 有沒有朋友有問題想問 可以舉手 咦?已經動了 已經動了 已經動了 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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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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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隋道 我想問兩件事 第一… 至此有沒有機會出彩色版呢? 第二件事就是說 因為追擊8月15日 其實都說… 剛才也說了 你不會拍戲劇 但之前在電影指導看了明案 我又覺得 你的黑色幽默又好像拿得好 算不算是說克服了這件事呢? Thank you 第一個問題先 至少… 我只能說在我手上 也是有一個彩色版 但什麼時候放出來呢? 待會有機會 待會有機會 可以給大家看 希望將來有 剛才你說 如果我拍戲劇 我會拍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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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明案呢 大家… 我看到大家都笑得很開心 因為這部戲 有一個共同的理由 因為它有… 兩個都有一個 懂得寫喜劇的編劇 一個叫陳明生 一個叫尤賴海 鼓掌聲 謝謝… 謝謝… 所以作為一個導演 作為一個導演 例如在《名案》也好 就算尤賴海寫的時候 他比較幽默 其實我拍攝的時候 我沒有當作戲劇 因為我真的… 因為我真的不太懂得處理戲劇 我只是盡量他們寫的 我就盡量有一個 最自然的方法去呈現 這次可能是好一點 反而跟Sunny合作曲 就是很想用一個戲劇的方法去拍 但反而我覺得 反而沒那麼好 反而… 刻意了嗎? 刻意了 我覺得… 而且你會覺得… 你越做這件事 越覺得不懂 是 那我覺得是一套很刻意的戲劇 好,這邊 準備好了 站住 好,來… 你好,鄭道同位 Hello 我本身很喜歡鄭道你的電影 謝謝… 剛才聽過訪談 就說很難拍回《九咬九》那種味道 但我看《至此》是有那種火 甚至我在電影裡面 總是覺得有一種… 司徒感原的感覺 是啊,我很喜歡這套戲 和《九咬九》 在我創作的心態上 《九咬九》和《至此》 始終都是有分別的 《至此》是比較多時間的沉澱 和冷靜一點的東西 當然你說裡面有一些元素 會好像… 可能都是一些場面設計的東西 你說對於《至此》 當然我們和《至此》合作很久了 建議也是 建議也可以在銀行和《至此》合作很久了 在TV開始合作很久了 其實有些東西是共通了也不奇怪的 當然我承認 就是因為我和《至此》合作了這麼久 其實有些東西 為了她說低的話 或者是一些… 又不是說教 或者是跟她量度的經驗 我們會放得回到戲裡 不奇怪 所以有《至此》有《至此》不奇怪 聽到嗎? 有《至此》有《至此》 OK,好,謝謝這位朋友 好 導演你好 我想問一下 因為你在正式做導演之前 也有做過《樂詞演出》 尤其… 說你問這些? 尤其聲音演出裡 相對接觸得最多 想問一下 在你轉做演員崗位的時候 有沒有對你… 指導演員的時候 有沒有影響… 轉做演員崗位 我沒有… 有時候這麼說 因為我們做副導演 有時候我們找一些演員回來 他們做不到戲 我們就很懶惰 害怕被導演罵 我們就… 被迫著自己 當場叫他脫衣服 立刻 我穿的衣服就是我演 希望導演罵少一點 快點搞定 那… 有時候真的會在音樂前演出 那你… 就… 不是那麼多… 真的…或者是那麼… 所以很難去說 你說… 由演員轉去做導演 我真的… 我真的不是那麼… 那麼… 那麼識的… 那麼識的… 當然你說有沒有有趣 有趣的 因為其實你開始… 亦都可以體驗一下 做演員的過程 裡面大概… 感受一下 演員當刻 正在演戲的時候 想想什麼 那麼… 對於後面的創作 或者做導演工作 都有些用的 謝謝… 謝謝導演… 阿瑞道的聲音演出 更多 其實… 因為她的聲音很…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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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新澤師妹的預告 那把聲音是她 大家回去… … … 是… 是她 是… 她是個兇手 那個同事 是… 聲音演出不停 好… 還有沒有朋友有問題 有就可以… 就這位… 這位… 不如時間關於工作人員 幫我安排左右 你們選擇就可以了 是… 不好意思 我想問一下支持最後… 我很喜歡支持 謝謝 不過我都… 不明支持最後… 阿燦在找黃濤的時候 為什麼她不出聲呢 很多人都問 很多人都有這樣問的 為什麼不叫 那… 我在現場有judge過的 和阿嘉童 有談過叫還是不叫 我覺得叫是一個情緒 不叫是一個情緒 我只是想表現她想找 當然很多人都… 因為大家找人都會叫 那… 我就不覺得必須要叫 我就是想去找 我就是… 如果在情緒上 讓我體現到她在找這個人 那種焦急就可以了 但是你說是不是人人 見到找東西都要大叫呢 找人要大叫呢 那我會覺得任時必忌 但可能是一個比較慣性 大家會做的動作 因為我覺得那個 mood 不是這樣 你問我的話 後面有想過解決這個問題 也有配過嘉童說 Want out… Want out… 剛剛有車經過聽不到 這些呢 到最後我還是決定不叫 我都做了 嘉童也叫了 也做了 她一叫又有車經過 一叫又有車經過 或者已經有一個很生涯 有一個很低沉 她已經叫不得很大聲 都配過很多不同的方法 到最後我還是覺得不自然 我都不覺得去到後 這是一個選擇 這是一個創造的選擇 到最後我決定不叫 我決定不要 劇本真的很難寫 這位朋友 好,這邊 隧道你好 兩條問題 有點茅的 一次問兩條 第一條想問隧道最喜歡甚麼戲 如果是一套電影 你最喜歡 我自己還是整個預像 你自己 我自己 另外一條就是 多數的戲 有演員的時候 都有一個Casting的情況 你也拍了很多戲 也跟他很多演員合作 當主角的演員 通常你會找到他有甚麼特質 而你會選擇他去選擇這個角 謝謝 自己最滿意的 其實你說過 對不起,應該問 整個宇宙 就是你看電影 整個宇宙 對,沒錯 不是,說我 火星那些他還沒看過 整個宇宙 很多戲都很喜歡 不過對於自己 影響自己比較深的 或者自己很有人從小到大 很有印象的 是異形 異形是我自己從小到大 第幾集 有沒有分別? 第一集 第一集 不知道為甚麼 因為那時候還在星河大戰 大家還有一隻 翁翁翁翁的飛機 但第一次我看到 原來太空他們那班 是工人 只是打工 原來可以這麼寫實 不是,他真的給了另一個感覺 其實有些東西 撞了下去 其實是 我們以前沒有這麼想的 而且世界很吸引我 當然整個美術的設計 或者導演的手法 都是一件很影響我的一件事 那,很有型 另外就是 你說選演員 我覺得每部戲都不同的 那,很老實的 我覺得選擇 譬如主角 我覺得演技當然是一個 最基本 我們一定要達到的東西 那,他完成演技之後 就是很看這個人的感覺 他是本人 他是真人的感覺 究竟你會感覺到 你可不可以跟他合作 你覺得他會不會為這個演出 去付出 至少在這個拍攝的period 裡面付出所有的東西 為這部戲的東西 那,最好有這兩個 即是演技一定要達標 還有有這個 我覺得他肯為這件事 付出的一個態度 就好了 謝謝 我插一句 有沒有一個演員 被你接磨完之後 做不回朋友 你可以不開名的 有,他轉行 人家做回大律師 開名的 你真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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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位朋友 你好,導演 我想… 其實我第二次看《自此》 我看了兩次之後 第二次確實大屏幕的音效 那個感覺特別好 然後這部是 我很久很久以來 第一次看電影 看細節電影 一點開心的點都沒有 不過我很喜歡 但是我想問的問題很簡單 就是《自此》這個名 其實《自此》在這部戲裡 是有很強的symbolic 它有很強的表達 我自己有一個理解 不過我想問一下你 《自此》你是怎樣 你是怎樣 想參與到你這部演影的主題表達 還有《自此》這部片的英文名 叫《 Limbo》 我也想你解釋一下 為什麼要起《 Limbo》這個名 麻煩你 《自此》本身的小說 是這個片名 在這個小說裡面 其實它是講一個成長 但是後來我們再去做這個版本的時候 為什麼後來我們都沒有改名 《自此》 後來我也很大的感覺 趙偉智是一件什麼事呢 是當你發現它的時候 它已經存在了 其實人生裡面有什麼是這樣的呢 愛一個人 或者憎一個人 其實當你突然發現你很愛它的時候 對不起你愛它 或者你很憎恨它的時候 突然發現 原來我很憎恨它 憎恨它好一點的 憎恨它可能你要找到一些理由 愛這件事都是這種感覺的東西 所以 所以 它未必一定負難的 就是這種感覺 但是 我就抓住這種感覺 就是好像戲裡面 家道跟雅西那種關係 就是 你很憎恨這個人 突然間 你會慢慢找一下 找一下之後 你會很緊張 你很想去死 但後來你很不想去死 這個感覺 和《自此》 對於《自此》 對我的感覺都很討厭 後來我們再去想片名 因為其實 我覺得都 如果中文名 都沒有夠貼切我們的世界 後來我們就選了《 Limbo》 《 Limbo》就是一個地獄的邊緣 一個等待救贖的地方 我覺得在戲裡面 哪怕我拍攝這個城市也好 哪怕我拍攝這幾個人物也好 都是等待救贖的地方 我經常跟阿瑟說 他經常問我 其實是一個什麼狀態 我說其實 一個人做錯了一件事 已經覺得自己在地獄裡 當你要去求一個原諒的時候 我只是覺得 你在這個地獄 跳去另一個地獄 因為你要面對自己做過的事 還有 人家不時必要原諒你 你不要以為 你自己出來說對不起 是很大的勇氣 你不要覺得這件事是這樣看的 人家不時必要原諒你 我如果是林家棟 他覺得我想你死 這個是你導致你自己往後經歷的事 但是我跟阿瑟說 他說為甚麼還要這樣做 我說有時候你要達到一個目的的時候 你是要揮腹的 不是你將大的口罰給你吃的 是要這件事 是要經歷的 是要經歷很痛苦很痛苦的事 你才得到一句原諒 很老實就去到後面 我覺得至此去到後面 我記得拍李淳 李淳 其實家棟有沒有說那些話 李淳 說說 阿斬哥說原諒了你 李淳 說完之後 他站在牆上 我拍那個鏡頭 那時候我覺得李淳 說謊 根本林家棟沒有這麼說過 因為李淳的反應告訴我 他在說謊 但是我沒有停止 他也沒有修正李淳的反應 我說可能這個就是這樣 我也很配合李淳這個人物的性格 可能到最後你也未必得到 林家棟有沒有說過這句話 可能你想聽 我就給你聽 也挺設合在戲裡面 那種世界 你說的那種殘酷 也挺適合片名 大概是這樣 鄭寶瑞其仔一樣 哄到演員肯聽她的話 就用她這把眼的聲音 說得好像很有重點 其實是廢話 說服到演員 好 時間有問題 我時間關你最後一題問題 你好隧道 有一個問題 有兩個問題 其中一個問題就是 剛才我看《至此》的時候 其實第二次看 但是也看到多一點 就是譬如在林家棟那輛車上 有個十字架 然後在垃圾堆那裡 垃圾牆那裡 有很多滿天神佛的東西 其實滿天神佛的東西 可能其他場景都見過 其實這個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 第二個問題 其實就是講《名案》 其實你的主創是大一點 還是由賴海呢? 好,先講《至此》 裡面有很多 symbol 裡面有很多神佛 或者十字架這些東西 我經常覺得人在某些情況下 都是靠這些 我不是說這些是不好的 它只是一個愛道人向主 但是當我們對它有請求的時候 其實我想《至此》 是個天幫幫不了你 其實譬如我們拍那個 很多佛像的地方 其實那個地方 為什麼那麼多佛像 其實是在薄芙林 那些佛像是人家不要的 他自己也想不到自己 他自己也是被人不要的 你看他們救你 天是這樣看著你的 但是我很信天地不仁的 我不是說它特別差 但是有些事情它要發生 你就要發生 那天是不會出手的 其實就是他為了做的 看著你們這件事發生 或者是希望 好像《名案》那樣 《名案》是另外一組 比較正向的事情 第一《名案》就是 他們做很多事情 到最後 Loman做的事情 做這個決定 或者他們做很多事情 就是希望天會給一個回應 我經常都說 《名案》是沒有改變到命運的 到最後大家都改變不了 但是你的態度可以改變 但是這個改變的態度 可能天會有一個回應給你 那你對於《名案》 是誰主導 當然《名案》是《名案》主導 從整個創作來說 製作當然也是我拍的 但是在創作上 《名案》是主導多一點的 因為這個故事 真的從2008年開始 度度度到我們拍的 他一直在思考的一個東西 一十幾年的創作 我也很放心交給他 反而我的工作 是拿著他的劇本 我自己也在 有時候真的在參透著 那個戲 或者可以怎樣處理 或者是他在說什麼 其實我和醫院一起在經歷 那時候 後來再說 其實《名案》自己的經歷 因為他已經 也都度到 已經不知道下一場是什麼了 有很多時間 他有些事情是既定的 但是《名案》也是那種 用很多時間思考的人 其實真的思考到最後一分鐘 我們做了一個後期 哪怕混合完最後一分鐘 都還在想 今天的版本究竟是對還是錯 好,就是這樣 謝謝 謝謝這位朋友 好,我自己思心問最後一題 最後一題 很短的時間關係 對於鄭寶瑞來說 電影是什麼 很短的時間 我又很難看 我又很難看 但是又好像是… 我不知道能不能說 電影好像… 電影好像… 電影… 糟了 說吧 有什麼肉麻 多肉麻都可以 電影好像是一條命 已經去到時期 你感覺到… 你覺得有時候你要… 有時候沒有問問 你覺得沒有了他 你不知道怎樣 突然間 如果你說 在你的生命裡面 完全把電影抹走了 其實就好像剛才這樣 空白了 靜靜了 就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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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那次沒有了的路牌那樣 日後還沒在 好,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的支持 謝謝… 我們也非常感謝 陳詠新導演 幫我們做這次的主持 謝謝鄭寶瑞導演 來跟我們聊了這麼久 很感謝大家 待會大家如果有興趣的 外面有我們最新的 鄭寶瑞導演 焦點影人這本書 在外面已經開始有得賣了 在外面 也鄭寶瑞導演 答應了可以在外面 和大家親密簽名 所以大家 要快點 出去外面排隊 但是時間休閒 我們不會簽得所有的名字 所以… 快點了 OK 好,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